刑警唐峰啊 他自己就说过 警察生涯之中遇到过的案子 多数都充满了人性的狡诈和阴险 丑恶与肮脏 这些呢 无不让唐峰重新审视 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老话 但另一方面 这些案子大多手法拙劣 充斥着狂怒的冲动和肤浅的算计 即便是对侦查工作造成阻碍 也是因为证据的采集和海量排查工作的繁琐 就犯罪手法来说远远谈不上高明 这也是上期节目我说过 真实世界中的案件 和那些影视剧小说里面是不一样的 没有那么多的完美犯罪 但是有一个案子呀 让唐峰记忆深刻 不得不说 在当时那个年代 无论是在犯罪的策划还是实施上 这个案件都可以说是完美的 这种对于整个犯罪过程 有着清晰构思的案件 哪怕唐峰作为一个警察 都只是在影视剧中看过 当时呢 是唐峰刚进入刑警队没几年的时候 还在辖区派出所下派断裂 派出所的工作嘛 大伙也都打致的了解啊 非常的琐碎繁杂 让人焦头烂额的 但是呢 又缺之不可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 公安工作呢 不像别的职业 各司其职 你就可以胜任了 对吧 你说当主播的 你就把节目播好了 当音频后期诗的 你把音效做好了 但是公安不一样 要对公安业务进行全方位的掌握 才能保证在工作岗位上 尽快地进入角色 当然 这也是说那些对自己要求高的警察啊 甭管哪个警种吧 基层的警务经验都非常重要 每个新人都得进入辖区派出所或者其他的业务部门进行实践 在熟悉业务工作流程之后才能回到原单位继续本职警务工作 理由嘛 也很简单的 公安工作呀 覆盖全社会的方方面面 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 仅仅熟悉那么几种业务 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刑警队的案件侦破 如果不熟悉辖区的工作流程 就没法入户对案件进行调查了解 如果对于现场刑事侦查一窍不通 那么就谈不上熟悉证据采集工作 就非常容易想当然的对物证科提出非凡的要求啊 就像我们平时在听节目在看影视剧的时候 哎呀 怎么这物证科子这么废物啊 提取DNA不就行了吗 有了头发了 怎么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啊 往往这些问题啊 能够反映出来我们的强迫无知 是吧 现在的科技手段啊 不是保证所有的痕迹都能完全采集 时间 温度 湿度 完整度 这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并且这还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要求啊 不了解这些呢 就没法和物证鉴定部门 有效的沟通 就容易产生工作上的误会 让侦察工作举步维歼 那么这起案子呀 起源于一起意外死亡 那天呢 唐峰在派出所出境 一个老人呢 着急忙慌地跑过来 说辖区里啊 发生了一起高空坠物 致人死亡事件 怎么回事呢 这老人说呀 在街边店铺旁边 发现一个男的 被高空掉下来的一扇玻璃招牌 给砸死了 唐峰赶紧就出警了 到了现场之后 详细检查了死者的脉搏和呼吸 确实已经失去了生命体称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 确认完死亡事实 就把尸体送到太平间了 死者是男性 头部被坠落的玻璃 砸出来一个拳头大的洞 特别的吓人 因为人已经死了 血块呢 就凝结在伤口周围 看得唐峰啊 也是胆战心惊 毕竟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 出现场的次数呢 趋之可数 而且大部分都是打架 兜殴小打小闹的 这些治安事件 死人的案子也碰见过 但没有像这么血淋淋呢 所以像这种视觉冲击啊 不用我说 大伙也能体会出来啊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 唐峰呢 才回过神来 可怕归怕 你是警察呀 你干的是这行当啊 你得干好你的活 不久 出现场的次数呢 趋之可数 而且大部分都是 打架兜殴小打小闹的 这些治安事件 死人的案子也碰见过 但没有像这么血淋淋的 所以像这种视觉冲击啊 不用我说 大伙也能体会出来啊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 唐峰呢 才回过神来 可怕归怕 你是警察呀 你干的是这行当啊 你得干好你的活 仔细地打量现场 这是一个四层楼高的小楼 底上呢 是一家宠物医院 和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二楼呢 是一个小超市 三楼呢 是居民住户 四楼啊 是一个休闲游戏厅 可以打台球的 过去很多游戏厅 也有街机啊 也有台球啊 反正就 大伙喜欢玩的就都放到这 玻璃招牌呢 就是从四层 那个休闲游戏厅的窗户旁边掉下来的 这个招牌一米宽 五米长 因为上边挂满了小灯泡 晚上的 会发出来五颜六色的 那种闪着光的字体啊 看上去很显眼 现在那个招牌 正四分五裂的 躺在一楼的地面上 周围全是碎灯泡的玻璃茶子 和凝固成黑色的血迹 唐峰趴在地上看了半天 做了常规的现场拍照和取证 支撑这个招牌的架子是金属的 已经绣得不成样子了 显然呢 是没法承受这么重的招牌 这才掉落下来的 取证之后 唐峰上楼去了解情况 到了四楼 出示警官证之后 游戏厅的经理呢 也特别的配合 手脚麻烈 赶紧递过来一杯水 警官呢 您随便看啊 随便问 有什么需要配合的 我一定是全力支持 唐峰首先查看了 外边招牌连接出的痕迹 因为只有一个铁制的架子支撑 所以查看起来呢 比较费劲 再加上啊 唐峰多少呢 有点恐高 就更显得吃力了 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这才算是把铁架子上的痕迹 全看了一遍 从外观上来看呢 这个招牌底架 确实绣得不轻 稍微一碰啊 都在那乱抖 还呼啦啦地 掉下一期铁锈来 看来是已经 这个腐朽的有些日子了 在这种承重之下 可以说掉下去 这是迟早的事 唐峰又观察了一下 那个断口 发现上面呢 有着黑白相间的绣痕 说明这个架子 已经被腐蚀得摇摇欲坠了 当然了 碰到人 这就是个巧合了 唐峰呢 询问了休息厅那个 整天坐在机器后边 叼着一根烟板游戏的那年轻人 说架子掉下去的时候 窗台旁边有没有人呢 那个年轻人呢 哆哆嗦嗦地说 我哪知道 我当时打游戏呢 听到声音抬头的 没见着有人呢 唐峰又去问游戏厅的经理 表面上看起来啊 这个经理呢 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一般情况之下 出这么大事 砸死人了 肯定显得很惊慌 很害怕 但是啊 这个经理很淡定 除了这一点 有些奇怪之外 其他的都挺正常 倒是旁边啊 有个年轻的服务员 说话是颠三倒四 看上去有些可疑 不过从种种迹象上来看 这起砸死人的事件 甭管从哪方面看 都不像是人为的 唐峰呢 还是带游戏厅经理 回派出所 例行做了一个笔录 经过查询发现 这个经理啊 在这待了五年了 之前呢 是在外地学习和工作 因为确实也没发现 人这经理有什么问题 也就让他回去了 但是还是提醒他啊 近期要随时配合 接受我们的调查 同时呢 你还得操着信 因为毕竟 人死了 你呢 得跟死者家属呀 谈谈赔偿问题 毕竟是你的经营场所 保管不善 导致行人被砸身亡 这件事情 即使没有刑事责任 民事赔偿责任 你肯定是少不了的 经理呢 当时得跟死者家属呀 谈谈赔偿问题 毕竟是你的经营场所 保管不善 导致行人被砸身亡 这件事情 即使没有刑事责任 民事赔偿责任 你肯定是少不了的 经理呢 当时也表现得挺配合 这边啊 还没跟经理说完的 那边死者的家属 已经到了 是个中年妇女 一进派出所啊 嚎啕大哭 说的就跟是这游戏厅经理 害死他老公似的 这女人一看就挺泼妇的 说了没两分钟 破口大骂呀 张牙舞爪的 冲着经理就过去了 恨不得 是要啃他的肉 喝他的血呀 要不是在场的 几个民警拦着 估计已经和经理 打在一起了 不过唐风呢 也不吃惊 虽然当时 唐风很年轻 刑事案子见的不多 但是在民事案子里 这种情形 司空见惯了 治安事件里边 好多人都是这样 经常有当事人 在派出所 就打斗起来的 通知家属到场之前 民警呢 也已经告知了 这个女人 说你丈夫已经死亡了 死亡原因 是因为招牌砸的 不过在这之后 这个女人和游戏 听经理两个人的表现 却让唐风突然觉得 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女人折腾了一会儿之后 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开始扳着手指头 算起了赔偿金 她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 突然抬头 爆出了一个数字 唐风当时呢 正在低头看笔录呢 没听清楚 但一抬头 看到对面坐着的 那游戏厅经理的时候 发现她脸色都变了 这个游戏厅经理 一直很冷静 即便是在这个女人 乱喊乱叫 甚至想冲过去 打她的时候 她都没有任何的反击 就是平静地看着对方 眼神很淡定 甚至有点冷漠 女人冲过去的时候呢 没退后 就慢慢地 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唐风当时就觉得 这个男人有点意思 基层派出所啊 可以说是能够 看遍人性的绝佳场所 在这儿你能看见 无数的悲欢离和喜怒哀乐的 更可以见识到普通人 无法想象的丑陋和肮脏 几年的基层经历啊 也告诉唐风 绝不能低估人性的底线 为了钱 人能做出比大多数人 想象的更恶劣的行径 这当然是因为 作为一个警察 要常年累月地 面对社会的阴暗面 但也更是在警察的工作 让唐风见识到了 善良背后隐藏的 那些事故和算计 以及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 所以唐风呢总是说啊 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力 和心理素质 不够坚定和坚硬 你看是坚硬 其实就不适合 警察这个职业 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就会被这种无情 撕掉伪善面具的肮脏所重击 会充满挫败感和困惑 当然唐风后来 最得意的徒弟韩东升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不过啊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韩东升 咱们之前提到过 至于韩东升的故事 我们后面再说 再说回来这个案子 这个游戏厅经理呢 叫刘宇 三十多岁 长得挺斯文 身材是属于那种瘦高挑的 有一股子书卷气 从一开始传唤他到派出所的时候 唐风就注意到他很特别 游戏厅那个年轻的服务员小伙子呀 是瑟瑟发抖 但是这个刘经理呢 看上去很镇定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对答如流 非常有条理 甚至唐风出示证件的时候 还看到刘经理脸上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笑容 当唐风听那个女人重复了一遍赔偿数字的时候 才明白刘宇为什么表情突然就变了 别说是在二十年前 哪怕在现在 那个数字都远远超过了一个意外人身伤亡案件的正常的一个赔偿金额标准 这个女人说出那个数字的时候 有一种丝毫不假掩饰都远远超过了一个意外人身伤亡案件的正常的一个赔偿金额标准 这个女人说出那个数字的时候 有一种丝毫不假掩饰的急切感 好像都忘了刚才还假装着因为丈夫的死悲痛欲绝呢 要死要活呢 所谓调解方啊 警方其实特别怕碰上这种双方有着巨大赔偿落差的情况 特别是他们还不愿意去法院解决 往往呢 就需要民警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调解 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人们对打官司的主动性啊远远低于口头协商 甚至低于用肢体冲突的胜负来解决问题 就是能几句话说着解决问题那是最好的 实在不行动手打一架那也行 最后没法了 这才想着去法院的 这个女人的表现呢 就是令唐峰觉得意外的地方 刘雨脸上的从容呢 虽然被一种奇怪的表情代替 但很快就平行下来了 她就只是说呀 现在手头没这么多钱 并且这个数字我也接受不了 一听这女人可就又没完了 又恢复了那个猙獰的状态 又准备冲上去 唐峰制止了她 并且啊建议他们 你们双方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走民事诉讼程序 有些事情在我们派出所是解决不了的 不如让法院来裁决 那女人一听怎么着去法院 不行 哎呀 我男人哪 死得这个惨哪 怎么就死了呢 怎么就让那招牌给砸着了呢 你看哪 那招牌砸死你 他们也不管哪 连警察都不闻不问哪 这可就没完了 这个女人哪 就是打算 让刘经理妥协 哎 这倒反而对警方有利 你这么一折腾 警方可就有教训你的这个接口了呀 唐峰就告诉她 你再这样下去 会涉嫌妨碍公务 这女人一听 哎呦 这可是不小的罪过啊 这回头再给我拘留了 这怎么办呢 蹭蹭一下 就翻起来了 气呼呼的就走开了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 这女人呢 还对刘宇说呢 我告诉你啊 我知道你的店开在哪 你跑不了啊 一定得把钱赔偿到位 要不然呢 我找人砸了你的店 唐峰啊 刚想再说几句话 教育一下她的时候 这女人从门口一闪而过 消失了 刘宇表现的呢 倒是挺不以为然的 她笑了笑 也在那儿跟唐峰说 实在抱歉 我这边实在是自己管理不善 对方呢 又在气头上 我也能理解 不过 她说的这个数字 实在是太大了 我没有能力赔偿 所以 我也赞同林的说法 如果我们协商不成 可以去法院解决 唐峰很感谢刘宇的配合 把她送出门去 回所里之后 马上着手调查 了解死者的情况 死者这个泼妇一样的老婆呀 反而引起了唐峰的兴趣 二十几年之前 案卷的调取呢 有一套完整的线下程序 不像今天这样 敲敲电脑 网上一查就都出来了 唐峰也是在双方不欢而散之后 才拿到了厚厚的卷宗 本来唐峰也奇怪 死一个社区居民 怎么会有这么厚的材料呢 没料到 从头到尾仔细看完 是大吃一惊 因为这些暗宗啊 都是那个死者的 死者呢 叫罗平昌 有过坐牢的经历 据案卷上显示啊 他上次入狱 是因为强奸 并且殴打对方致重伤 被判了十七年有期徒刑 五年之前刑满释放 他入狱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也就是说出狱的时候 已经六十来岁了 这罗平昌的案卷 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个人可以说是 偷鸡摸狗打架 斗鹅无恶不作 说他是人人恨之入骨 可能有些过分 但要说是 人见人厌 谁都不喜欢 这绝对不夸张 这也真是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唐峰呢 自个儿也在那感慨 这也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有 这也真是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唐峰呢 自个儿也在那感慨 这也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有这样子的表现了 同时 也对这个女人的视力 很感慨 从以往的这个履历上来说呀 这个女人和罗平昌呢 算是老夫老妻的 毕竟罗平昌坐牢这十几年 这女人也没改过嫁 也算是有情有义 可谁能想到 罗平昌被砸死之后 这女人一味的求财 要赔偿金是狮子大开口 脸上丝毫看不到 刚死了老公的那点悲伤情绪 当然了 假装的时候啊 撒泼打滚的时候 那是演的 那不算 如果说这些发现 仅仅是让唐峰吃惊的话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 罗平昌入狱的案情 就让唐峰啊 感到十分愤怒了 罗平昌的案件之中 受害人叫范丽霞 当时呢 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因为长得漂亮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 被罗平昌当街调戏 这范丽霞呢 性可很刚烈 当场啊 就斥责了罗平昌 罗平昌没得手 挺不高兴 挺不痛快就走了 第二天傍晚呢 罗平昌在一个 阴暗的小巷子里边 又遇上范丽霞了 其实啊就是跟着他的 把范丽霞一顿殴打之后 就强奸了 范丽霞呢 也因此致残 罗平昌 这才入狱 坐了十几年牢 出狱之后 又让玻璃给砸死了 这按咱平时老百姓的想法啊 这算是该活该啊 这是报应 可警察不能这么想 一块玻璃招牌 砸死一个曾经的恶棍 虽然这起意外事件 不令人惋惜吧 但是也让人糟心 罗平昌的老婆呢 三番五次的 就到派出所去闹 要求派出所给她做主 这女人也学乖了 不像第一回的时候 那么乱喊乱叫了 就是每天夹个包 派出所门前一坐 叫也不应喊也不走 就装听不见 就赖在所里 有时候啊 能在那磨一整天 其实这样呢 也没什么用 唐风他们也只能调解啊 对于赔偿金额 你做不了决定啊 最终能让她获得赔偿金的 还是刘宇啊 这个女人呢 显然对派出所也不陌生 看上去呢 也不怕警察 这倒也能理解 这罗平昌是个惯犯 进出派出所看守所 是家常便饭 可是她老婆 一回都没被拘留过 这说明这女人很聪明啊 老公虽然是混蛋 但她从来不触犯法律 她知道什么事情 做到哪个程度 就要适可而止了 这女人有那么两周左右吧 每天就跟上班似的就来了 轻车熟路待上一天 然后回家 唐风他们也习惯了 说句不合适的话 这个女人的准时程度 比唐风他们正常上班 一点也不差 突然有一天 这个女人呢 就不来了 难道是她和刘雨 达成了一致意见 还是出了什么事了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死者罗平昌的老婆 也就是那个中年女人 恨不得每天 都跟上班似的去派出所 突然有一天 她就不去了 这反而勾起了 唐风的好奇心 难道她和刘雨 就赔偿金额 达成了一致意见吗 唐风问了几个干警 大伙都说不知道 本来呢 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完了 给罗平昌小虎之后 按理说呀 就没有派出所什么事了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 罗平昌的老婆 自己又找上门来了 这一次唐风一看到她呀 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女人呢 和之前来的时候 气色明显不一样了 一般女人死了老公 都是一副顶梁住塌了的样子 人是萎靡不振 劈头散发 因为生活失去着落了 以后无依无靠啊 人憔悴的不行啊 可这个女人呢 当时看上去并不伤心 行为举止呢 也很正常 走路是呼呼带风 说话底气十足 完全看不到一点 生活没有希望的意思 再说了 走路是呼呼带风 说话底气十足 完全看不到一点 生活没有希望的意思 再说了 如果真的一蹶不振 哪儿有力气三番五次地 找刘宇讨赔偿金呢 这也是唐风鄙视她的地方 即便罗平昌是个恶棍 俩人也算是十几年 朝夕相处的夫妻 丈夫死了 竟然跟没事人似的 这个女人呢 真是够冷血的 可不料这回再见到她 发现她竟然比上次 韦泥的多 整个人脸色苍白 头发凌乱 身上呢 随便披了一件衣服 神情啊 是暗淡无光 俩眼发直 这副模样 倒像是普通女人 刚死了丈夫时的神情了 唐风看到她 也是吃了一惊 人 你怎么又来了 你丈夫的事情 办完了 这个女人看看 唐风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才如梦初醒地说 对 火化了 后事都处理完了 这达妃所问呢 让唐风呢 有点诧异 啊 那就好 不过我是说 罗平昌的赔偿金 给你了吗 给我了 那个人给了 唐风心里吃了一惊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刘雨啊 还真是有钱 出于谨慎 唐风还是问了心里 那个疑惑 给了多少 是你要的那个数吗 这话一说出口 这女人呢 像是被蛇咬了一口 似的哆嗦了一下 没有 不是那个数 然后她左右看看 像是怕被什么人 看见似的 唐风见她不说话 你今天来派出所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吗 呃 呃 没什么事 唐风一头雾水 估计这女人来派出所 也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 就主动问她 是刘雨的事情吧 这个女人听了这个名字呀 像是受到惊吓似的 你认识她 我当然认识她了 你们的案子 就是我办的 不就是她管理的游戏厅 玻璃招牌 砸中了罗平昌吗 我能不认识她呀 话刚说出口 这个女人呢 愣愣地看了唐风好几秒钟 突然扭头 就走出门去 再也没回来 本来事情到此 就告一段落了 唐风虽然对刘雨 是怎么和罗平昌老婆 达成一致意见的感到好奇 但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民间诉讼问题呀 别看在派出所闹得凶 但其实大家呢 都是有个平衡点的 超过了谁的底线 都不容易谈脱 但在平衡点附近 就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呢 也并不奇怪 可意外 是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生的 这事啊 本来是不归唐风管的 不过派出所的工作就是这样 互相之间呢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 户籍科那天人手不够 唐风就被安排过去帮忙了 人口普查呀 是个非常琐碎而繁聚的工作 前一段时间我估计我们所有的听友 也都接受了人口普查 是吧 要说户籍民警啊 真是不容易 辖区里边什么人都有 想要一个个的摸清底细 重新的进行整理归档 是个很繁重 很浩大的工程 仅仅靠在办公室打打字 是不可能完成的 需要一线干警下辖区 一户一户地进行登记核实才行 唐风那天呢 就是在干这个活 户籍科的民警 随手给了他几个名字 说是让上门核实一下情况 唐风随便扫了一眼 看人不多 直接一户户地摸牌过去 还算是顺利 不过走到一家门口的时候 唐风敲了半天门 始终都没人开门 唐风低头 看看手上的名单 赫然写着流语 这一名字很眼熟啊 唐风脑海里边 顿时浮现出那个瘦瘦高高的身影 刚觉得巧合 邻居就开门 出来 赶紧问他 这家的人口情况 大妈说了 啊 男的 三十多岁 一直都不在这住 他自己有个店 住店里 是叫流语吧 是不是高高瘦瘦的 开游戏厅啊 哼 业务挺熟啊 就是 这孩子呀 挺可怜的 父母都没了 哦 那这户里还有谁呢 我没带户口卡 就问问您记录一下吧 回去核对一下对不对 没了 刚夸你业务熟 这就懵了 他爸早死了 他妈一个人带大他的 哎 这孩子呀 也是可怜 后来他妈被人 被人打残了 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这地方呢 就没人住了 也就是这一两年 他才回来 您是说 他妈被人打残了 哎 等会儿 他妈叫什么名字呢 打妈看着唐风 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似的 范丽霞呀 怎么了 唐风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当场就愣住了 哦 嗯 没事 我得登记一下 回到锁里 唐风赶紧把范丽霞的记录和资料找了出来 详细看了一遍 结果 大吃一惊 那个叫范丽霞的女人 果然是刘雨的生母 更让唐风感到震惊的是 刘雨本名叫刘浩东 现在的名字是改过的 刘浩东 唐风的脑子里啊 一直盘旋着这三个字 一开始呢 唐风还以为查看罗平昌案卷的时候 只提到受害人的名字 没有提到家属 漏掉了刘雨的社会关系 没想到刘雨连名字都改了 当时查看刘雨记录的时候 没注意到她的曾有名 就算是注意到了 也很难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唐风马上在脑海之中 重新捋了一遍时间线 罗平昌二十几年前 因为恶行 打残了刘雨的母亲范丽霞 后来范丽霞去世 而多年后出狱的罗平昌 被从天而降的玻璃招牌撒死 而玻璃招牌掉下的那家店铺的老板 恰好是刘雨 这会是巧合吗 鬼才现实巧合呢 唐风突然想起来 与罗平昌老婆的最近一次相遇 在派出所门口那次 顿时觉得事情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既然已经和刘雨谈妥了赔偿金额 为什么还要到派出所来找唐风呢 找到唐风了 为什么又问唐风和刘雨的关系呢 什么都不说 转身就离开了 又是因为什么呢 毫无疑问 现在罗平昌的老婆 是了解问题的重要突破点 那么他的老婆 知不知道这背后的隐情呢 唐风呢 马上就去找到了罗平昌的老婆 可令他困惑的是 当他站在罗平昌老婆面前的时候 他老婆什么都不肯说 看上去畏畏缩缩的 唐风问了很长时间 这个女人呢 都只是摇头 一句话都不肯透露 无奈之下 唐风只能如是相告了 我知道刘雨母亲的事了 这一次 轮到罗平昌的老婆震惊了 他瞪大眼睛看着唐风 在那支舞了半天才说 我们家老罗 我知道 当年就是你们家老罗 强奸并且打残了刘雨的母亲 这事我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上次去找我 是不是就为了这事 嗯 我也是刚知道的 本来是打算去告诉你的 但你说 你认识刘雨 你担心我跟刘雨 有什么关系 这女人没说话 就一直盯着地面 过了半千这才说 老罗不是好人 我知道 我俩就是对付着过的 他死了 我也没那么伤心 我去找你是没办法了 刘雨是把钱给我了 也不算少 但离我的数目差多了 可我不敢要了 为什么 他威胁你了 不算吧 他就是告诉真的 我就是和老罗过了几十年 占点小便宜 但我没干过违法的事啊 我开始不知道 那人和老罗有这么深的仇 我才要钱的 要的是多了点 但后来知道了 我不敢要了 可他非要给我 我害怕了 非要给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去过他那个店里 好多次了 我知道自己挺婆妇的 你也看出来了 开始就是闹事 想必的他多给一点 我知道自己要的那个数目 他给不了 就是想多争取点 开始他也不说什么 搅黄了几次生意 也没为难我 客客气气的 后来我可能有点过分了 砸了不少东西 看得出来他很生气 突然就客客气气的 把我叫到一边 和我说了 他妈的事 我害怕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说的话挺客气的 脸上也笑眯眯的 可眼神啊 就像是要杀了我似的 而且直接就提出一个数目 告诉我就这个数了 如果你不答应呢 我没问哪 我当时就傻了 我知道老罗那个王八蛋的事 他因为这事判了十几年 出来人都废了 见谁都点头哈耀的 谁也不知道他在监狱里 经历了什么 他怎么也不说 但看得出来是真怕了 我当时就愣在那了 我赶紧说钱我不要了 我就想走 但是那人不让我走 说是该给的得给 但就这么多了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我真是害怕了 现在想起来还哆嗦呢 什么话 他说 这事和你没关系 你别弄成有关系了 唐峰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过了很久才对女人说 好的 这事我知道了 哎 你来派出所找我的时候 就是想和我说这些吗 这个女人哪 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难怪这个女人要害怕 在唐峰看来 刘宇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他母亲的事情 的确和罗平昌老婆没关系 只和罗平昌有关系 问题是现在有关系的人死了 再说这话 就很耐人寻味了 看来啊 得重新审视刘宇 以及这个案子了 巧的是 第二天唐峰去找刘宇的时候 他不在店里 出差了 唐峰呢 也不着急 这反而有利于唐峰进行询问 毕竟上回那个吊儿郎堂的 年轻服务员小伙子还在呢 唐峰就问他刘宇去哪了 这小伙子说 他去外地进货了 那个时候啊 游戏厅已经走在被淘汰的路上 这个行业已经快完蛋了 刘宇呢 倒是挺会赶潮流 还跑到外地去考察业务了 唐峰问 你们这店开了几年了 两年左右吧 从这家店开业起 我就在这工作了 哎 警官 我能抽烟吗 唐峰点了点头 这小伙子点上了一根烟 接着说 其实啊 我们老板对这生意 也不是很上心 他还有别的买卖呢 不在乎这个小店 你别看我啥也不懂 但我也知道 这个地段 不适合开游戏厅 这里住的人呢 年纪都不小了 年轻人不多 开个游戏厅没多少人来 这店应该是在赔钱的 啊 我们老板 别看人不大 看着挺精明的 不知道为什么 做这赔本买卖 哎 那当然了 生意的事呢 我也不懂 他也不让问 哎 你就当我瞎说吧 不过我觉得吧 这个地方赚钱的 其实是那些台球座 那些人呢 不喜欢打游戏 但都爱来这里打台球 现在出事了也没什么人 平时可是火得不行了 唐峰看看那些横七竖八 处在那里的球坎 桌子上的台球 被整齐的摆放成一个个的三角形 对 我就是来问那件事的 小伙子马上正经下来 烟也掐了 表示一切都历历在目 可是当唐峰 问到出事当天发生的细节的时候 这小伙子含糊其词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记得了 据他说呀 有什么异常 唐峰又问他 你们老板 平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嗯 我这也 你也没发现有人吗 嗯 哎 静万 养花算吗 唐峰赶紧看了一圈 没看到有花 想起邻居大妈 说刘宇平时都住在店里 不禁就有些奇怪 哪有花啊 现在是没了 这不出事了吗 谁还有心情弄这些花啊 没出事之前呢 店里养了几盘花 没事老板呢 就给简直浇水的可勤快了 他年纪也不大 可是呢 却喜欢养花养草的 跟个老头似的 嗨 不过爱好这东西啊 也不好说 他的花都摆放在哪呢 我那天上楼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呢 收起来了呀 出事了还摆着花 不合适啊 我当时还帮着搬了一盆呢 那没出事之前 那些花摆在哪呢 那儿 还有那儿 小伙子用手 指了几个地方 最后把手指 移向一个位置的时候 唐峰眼前一亮 是窗台 他有一盆花 摆窗台上了吗 具体摆在哪呢 摆铁架子上了 我当时还问过老板呢 也不怕掉下去 他说那花娇贵 得每天晒太阳 摆在阳台上 阳光不够充足 想养活 就得摆在架子上 唐峰赶紧走到窗台前 去查看 原来挂招牌的地方 已经安装上了新的不锈钢铁架 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回到局里 唐峰呢 重新翻出了那份卷宗 仔细研究了现场的照片 拿着放大镜 把每一个细节都看过之后 唐峰有一种 模模糊糊的感觉 自己离真相 越来越近了 但是 还有一个疑问 没有解开 于是呢 唐峰来到那层四层小楼的对面 那是一个破旧的居民楼 就询问这些居民呢 唐峰就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结果令人失望 朝向街对面的住户 要么根本没在窗户旁边 要么就没看到任何情况 唐峰从一楼一层一层地问过去 也没得到什么消息 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 一个大爷说呀 他的房间正好在对面楼层的斜上方 虽然当天他没看见什么 但他对刘宇这个人 似乎印象还挺深的 那个小伙子呀 总是站在窗户边上浇花 我总看见他 他还挺有耐心的 每次都浇半天 要说浇花这种事啊 其实也不能总看 那样花容易死 当然了 我也看不清他浇的多少 但时间挺长的 浇花 长时间的浇花 唐峰当时啊 心里就跟被子弹射中了似的 心里腾腾就抖愣了一下 豁然开朗 哦 哼 是啊 花的确不能总浇水 现在 唐峰只要确认 最后一点了 那么 唐峰最终要确认的是什么问题呢 罗平昌 是不是刘宇害死的呢 唐峰呢 重新找到了 罗平昌的老婆 这一次 和他要谈的是 罗平昌 罗平昌出狱之后 有什么癖好吗 比如有什么经常去的地方吗 他呀 出狱之后 整个人完全变了 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似的 每天都去城边的那个麻将店打麻将 一打就是半天 也不吵闹 就是玩点小钱 输了就走 从来不赖账 也不和人家争执 我不放心 生怕他又和人发生打斗 专门去那个麻将店问过 谁知道 那的人呢 都说他脾气好 都进去十几年了 现在的人呢 都不知道当年他那些烂事 所以都觉得 他就是个好脾气的平常老头罢了 谁会想到 他当年是个谁见了都怕的地痞呢 这不是好事吗 是好事啊 可是他死了 我们虽然是凑合着过 毕竟日久天长啊 也是有感情的 现在人一点钟去麻将馆呢 九点钟准时到 他在监狱里守时惯了 干什么都严格按照时间来 一分钟都不会耽误 九点钟肯定到呢 只要不下雨下雪 都是这个时间 我清楚得很 唐峰明白了 多年的监狱生活 让罗平昌建立了严格的作息时间 已经形成生理惯性了 估计这一辈子呀 都很难改变了 普通人呢 可能不清楚啊 在监狱里面 所有犯人的活动安排 都是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来的 每一分钟做什么都规定好了 绝不会改变 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做同样一件事情 洗床 洗漱 吃饭 甚至连上厕所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日复一日的 是规定到每分每秒的这种时间要求 让罗平昌 他这个时间观念呢 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 这已经不随人的意志转移了 即便是罗平昌想偷懒 生理惯性都会让他不自觉的 按时去做一件事情 有一部特别出名的电影 叫《萧生克的救赎》 我估计最近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听友都看过吧 是吧 大家呢 可能就会记得 男主角呢 说过一句话 没有允许 我在厕所 连一滴尿 都挤不出来 这也就是长期制度规范所形成的生理惯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天罗平昌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在九点钟准时到达麻将馆的原因 唐峰相信 当罗平昌按时走在那条两旁高低房屋林立的街道上的时候 他肯定想不到 有另一双眼睛在角落里边冷冷地注视着他的背影 唐峰对罗平昌出事的时间记得很清楚 那个气喘吁吁的老太太 走进唐峰办公室的时候 唐峰职业性地看了一眼手表 当时呢 是上午的八点三十九分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罗平昌 正走在通往熟悉的麻将馆的路上 如果不是 那面充满仇恨的玻璃招牌掉了下来 罗平昌应该是在大约三十分钟之后 准时地到达麻将馆 您各位说了这还守时呢 八点三十九 过三十分钟 九点十分了 大伙得琢磨呀 从出事到老太太 到派出所报案 这得有一段时间的 当然了 每天都按时到达同一个地点 路线必然也是固定的 而且清楚这一点呢 显然 不止唐峰一个人 哼 是时候 跟刘宇见个面了 把刘宇叫到派出所来的时候 刘宇呢 穿得还是整整齐齐 刘宇鼻梁上啊 挂着的眼镜 在那闪闪发光 眼神呢 是平静温和的 看上去一点也不慌乱 也不紧张 坐在审讯室里的时候 还左右看了看呢 呀 这就是传说中 审讯犯人的地方吗 看上去还挺宽敞的 嘿 竟然没有铁笼子 唐峰纠正他说 不是犯人 是嫌疑人 这里是审讯嫌疑人的地方 啊 对 嫌疑人 现在 我算是嫌疑人吗 这就要你来告诉我了 我问你 罗平昌 是死于意外吗 是不是死于意外 不应该是我来说吧 应该是你们警察来说呀 是的 这是我的工作熟乎 当时呢 我只是把这场事故 当成了一个意外 对 是意外 我已经赔钱了 虽然那个家属态度不好 但后来我们谈妥了 这事已经了了 不见得吧 我觉得 不但没有结束 反而才刚刚开始 要我说呀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哦 呵呵 你怀疑 我杀了那个男人 我有什么能力杀掉他呢 我能控制那扇窗户招牌 什么时候掉下去吗 那扇玻璃招牌 是架子被锈断了 才掉下去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 开始的时候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后来我寻防了 你那栋楼对面的邻居 得到了一个信息 他们说 经常看到你在窗户边浇花 刘宇没说话 只是若有所思的 看着汤峰 刘经理 我去你店里问过了 当然那个小伙子 可能已经告诉你了 这件意外发生之前 你一直有养花的爱好 不过后来你好像没这个爱好了 你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没心情了呀 死人了 我没心情养花了 这也犯法吗 当然不犯法 不过据你的伙计说 你平时养的花其中的一盆 是放在那个挂招牌的铁架子上的 对吧 刘宇扭动了一下身子 没说话 过了几秒钟 缓缓地点了点头 你的伙计说 你把那盆花放在那 是因为那种花需要阳光 其他地方都没有那里阳光充足 这个理由听上去很有道理啊 所以没人怀疑 即便是对面的居民看到你 也声称你的确是在给花浇水 我相信 我问过底上的老板了 你的水 还经常掉在人家的窗户边上呢 因为是水 所以对方并不是很在意 这间接证明了 你的确经常给花浇水 不过对面居民楼 那个看到你浇花的老大爷提醒我的 他说你浇水浇得太勤了 其实啊 这样对花 可是很不好的 我的花品种比较特殊 得多浇 嗯 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 为什么要给一盆花浇那么多水呢 直到我想起另一件事 虽然伙计说你的花是摆在招牌铁架子上的 但罗平昌出事那天 现场我并没看到地上有碎掉的花盆 按理说你的花盆放在架子上 架子断了 花盆应该摔碎在地上 那么问题来了 你放在架子上的花 哪儿去了呢 这时候刘宇沉默了 他该如何回答唐峰的这个问题呢 唐峰啊 问了刘宇一个问题 你放在架子上的花去哪里了 刘宇听到这个问题沉默了 眨了眨眼睛 直勾勾的望着唐峰 没回答 唐峰说 你的伙计告诉我 你事后因为死人了 觉得晦气 就把那几盆花给收起来了 但你收花是出事之后的事情 架子上的花不见了 却是事故发生事 这说明这盆花 在架子掉下去之前 就已经被你收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刘宇这时候探了探身子 反问唐峰 为什么呢 呵 因为那盆花已经没用了 我说的对吗 对不起静官 我不懂 刘经理 也许你的确是在敲花 但那不是你的目的 你真正的用意 是给那个架子的结合点浇水 促使他们早点生锈 我觉得出事那天 你一定是认为那些锈点差不多了 即便是断掉 也不会有人怀疑 所以拿走了那盆 作为掩饰的花 另外 发现案发地面上有一盆花 警方一定会就此进行询问 你当然不希望这样 所以你提前取走了那盆花 这就解释了 你为什么之后没有继续你的爱好 因为 那会让我们起疑心 所以 你的店里 从那时候起 再也没有摆放过任何一盆花 我说唐警官 哼 你的想象里真丰富 你的意思是 是我人为的让那个架子生锈的 奇怪了 我怎么能够算准罗平昌去的时候 架子就会掉下去呢 或者说罗平昌就那么凑巧 在架子掉下去的时候从那里经过呢 我很佩服你 真的 你为策划这件事了 刘宇的表情啊 没有任何变化 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 唐峰呢就接着说 我才想 五年里 你慢慢摸透了罗平昌的生活规律 终于算准了罗平昌 几乎每天都会走过你的那栋楼下 不 应该这么说 你因为罗平昌 每天都会走过那条街 所以租下了那个店面 我找罗平昌的老婆了解过了 她从两年前开始 雷打不动的 每天从那栋楼走过 去麻将馆 时间几乎不会变 而你的店开了正好两年左右 当然了 我想这些 你比我清楚得多 对吗 你弄错了 我不清楚 你有什么证据吗 有啊 虽然那个架子已经被处理掉了 但我看过现场照片了 你的招牌架子的其他金属部分 都没有那个支点秀几多 那个位置的秀几最为严重 我才想 在焊接这个招牌架子的时候 你就故意让焊接点不那么结实 而且你心里清楚 因那个架子的重量 一个支点断裂 足以让整个架子重重地掉下去 据我猜测呀 搞不好你连掉在什么位置都模拟过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说的像震态小说似的 神乎其神的 我搞那么复杂的机关 杀个老头干什么呢 因为你母亲 因为他对你母亲犯下的罪行 你什么意思 罗平昌应该是不认识你的 但你一定认识他 十几年前 就是他将你的母亲殴打之残 还实施了暴行 这件事情 想必让你对他非常仇恨 这件事情啊 已经过去了 坦白说 我那时候只有十几岁 还少不惊世 我母亲含信如苦把我抚养大 出了这种事我的确非常痛苦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长大了 我终于熬过了那段日子 特别是在母亲走了之后 我早就放下了这件事 我不那么小 正相反 我不清楚你什么时候 开始策划这件事 但从你母亲去时开始 你应该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了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忘记这份仇恨 罗平昌的死 证明了这一点 出事那天呢 罗平昌和平昌一样 准时经过你的楼下 你觉得时间到了 为了这一刻 你准备了五年 但架子 要在罗平昌走过楼底时 准确地掉下去 这是你唯一无法间接掌控的事 你必须亲自动手 我不清楚你是用什么方式 把那个架子推下去的 但你肯定使用了工具 我在架子上没有提取到清晰的指纹 说明当时你没有用手 或者说你戴了手套 但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干 对面就是居民楼 那样太容易暴露了 店里有很多工具啊 比如 抬球杆 使用球杆的好处是 上面没法提取指纹 因为整天都有人在用 指纹太多了 即便提取到了你的 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当然我还能想到几种方法 这并不难做到 当时游戏厅人很多 游戏机的音效 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声音 基本上做什么 都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 你的动作稍微隐蔽一点 就不会有人注意到 得手之后 店里的人不会立刻知道 楼下砸到人了 这里存在一个时间差 但你知道 你只要快步从那个窗台旁边走过 就不会有人发现 警官 太荒唐了 被架子是锈断的 当然没有我的指纹 你当然不会承认 这是一出好戏啊 架子生锈是你的障眼法 一个支撑点 足够牢固的架子掉下楼 太容易让人起疑了 但一个被锈断的架子 就显得很正常 换句话说 你从来没有喜欢果花 你一直都在为那个架子浇水 好让别人以为 那个架子是被锈断的 当然 看上去 也的确是锈断的 哼 哼 刘宇 你记得我那天去你店里查问吗 这个倒不奇怪 不过这对你肯定是有利的 你想太多了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我不否认 这个姓罗的 的确是对我母亲犯过罪 实话实说 她死了对我来说 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你说我设计杀害了她 你就冤枉我了 警官 法律是讲证据的 你这么着急要把罗平昌的死栽赃给我 至少要拿出证据来 放心吧 我会找到的 有一点是我没想到的 你居然会威胁罗平昌的老婆 你太自信了 这会害了你的 我可以告诉你 既然能坐在这儿和你谈 就说明我已经有了把握 现在我的同事 正前往你的店里 寻找我们需要的证据 物证借数的发展 没有你想的那么落后 我想我们会在那儿 发现想要的东西的 诶 对了 你的店一直都在亏本 你居然能坚持两年 这说明你经济条件很不错 其实本来你可以生活得更好的 我读书很认真 我妈身体不好 我不能辜负她 你知道有句老话 叫知识改变命运 对 只是你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还有别人的 警官 我没什么好说的 祝你好运吧 我在此重申 我是清白的 姓罗的死 和我没有关系 走出门去的时候 刘雨啊 像是想起了什么 回过头来 对唐峰说 不过对我来说 姓罗的这种下掌 就叫罪有应得 我和他老婆已经和解了 希望我们也可以 警官 这个故事到这儿呢 其实不算结束 但是啊 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讲述 就要结束了 唐峰在自己的行侦笔记里也说 案件的真相 和他推测的几乎完全一样 以后的日子里呢 再也没碰到过 像刘雨这样的对手 多年之后 我们看到科技发展 给形式科学技术 带来的巨大飞跃 总是感慨 在各种花样百出的 犯罪层出不穷的今天 破获一个案件 比之前有着太多的便利 这个案子如果放在今天 可以说没有什么难度 各种监控 可以说是没有死角 各种各样的形式技术 也能让刘雨的任何踪迹 都无所遁形 但是在当时呢 则付出了百倍的努力和辛劳 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化 那就是人们对于复仇的渴望和煎熬 以及因此带来的难以释怀的痛苦回忆 时间呢 并不能让所有的仇恨都消失掉 反而有可能 让那些充满血泪的瞬间 像刀子一样就刻在内心里 剩出来无数黑色的花朵 最后我们也只能说 希望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不再有黑暗 希望每朵花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 在山西发生的 但是在河南破获的特大系列 盗抢儿童案 是从2004年2月26号说起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有一条黄河公路大桥 这是横架黄河南北 把河南省的三门峡市 与山西省的运城市就连接起来了 这一年春节之后 因为三门峡市的盗窃案件呢 抢劫案件呢 又有所反弹 所以三门峡市公安局就决定 咱们呢 部署集中整治斗争 决定启用三门峡 黄河公路大桥省级卡点 对过往的机动车辆进行盘查 2月26号这一天 在黄河边上 那河峰是寒风四谷啊 开发分局大桥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呢 就来到卡点进行盘查 当天下午5点50左右吧 天都要黑下来了 有一个小伙子 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就过来 摩托车后座上呢 还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但是啊 就在这辆车快靠近卡点的时候 骑摩托车的这个少年呢 一扭大把就把车 转到了那个收费通道行驶了 这就引起了两名值班人员的怀疑 两个人赶紧紧跑了几步 跨过栏杆把这辆摩托车就给拦下了 摩托车被拦下以后 车后座上的那个中年人赶紧就下车 值班人员呢 就问他 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啊 这是我儿子 我们是父子 我们呢 就在三门峡租房子住 这不摩托车手续跟驾驶证都往家里了 我看你们在这检查呢 我就怕这个查着我们 这不就想着跑吗 值班人员呢 随后检查他们的摩托车 发现这辆车呀 已经很破旧了 但是 点火的那个锁头 是新的 再加上挂的那牌照啊 是用铁丝临时固定上去的 值班人员一看 这摩托车呀 八成是偷的 于是呢 把这对父子 就控制在了警车里边 一个人负责看护 一个人呢 骑着这辆红色的摩托车 赶回派出所 上网比对 很快 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确定这辆摩托车 是2月14号 在三门峡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某网吧附近丢的被盗车辆 在所里值班的所长啊 立刻带人 回到了大桥这边 把那对可疑的父子 就带回了派出所 并随后将案件 移交到了开发分局 刑警大队 这对父子 被带到了开发分局 刑警大队之后 时任大队长陈国庆 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 对他进行了审问 那个中年人呢 说自己姓李 叫李希妍 51岁 是河南省贺壁市 训献人 现在呢 租在三门峡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向阳村 平时呢 就是修理自行车为生 儿子 叫李良伟 17岁 小学毕业之后 一夜直跟着他 四处做生意 在审讯的过程之中啊 李希妍和这李良伟 父子俩啊 最初都是一副 无辜的模样 在那一个界的喊冤枉 哎呀 冤哪 不知道这摩托 是别人偷来的呀 我们也是买的呀 就看便宜 合适就买了呀 顺着这话茬 民警又问他们 这车跟谁买的 什么时候买的 时间地点 俩人呢 说的是啊 南辕北辙 漏洞百出 陈队他们立即意识到 这两个人 是在撒谎 在简摊 汇总了审讯情况之后 陈队决定 继续跟他们斗智斗勇 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较量 这对父子啊 还是不开口 于是 有一位民警 叫王江波 他们呢 连夜又找来摩托车施主 详细了解丢车的情况 据车主反映啊 说摩托车丢失之前呢 用一个链条锁 把车锁在一棵树上 后来呀 车被偷了之后 在现场呢 发现了 有运动鞋的鞋印 了解到这个情况 民警立刻对 李希妍父子租住的房子 进行搜查 虽然没发现链条锁 但是在房间里边 找到了两双运动鞋 不过你光是有运动鞋 那很多人都有 你不能就说 人就是这个 作案的嫌疑人吗 在一笔对这大小 花纹 还真是一样 根据这条线索 在接下来的审讯里 李良伟承认 其中啊 那双号码比较小的是自己的 但是另外一双鞋呀 鞋码比较大 可是李希妍呢 比儿子李良伟 个头更加的矮小 脚呢 也更短一点 所以摆明了这双鞋 并不是李希妍穿的 在铁证面前 又僵持了几个小时 李希妍跟李良伟也知道 宰着嘛 拖着呀 也没用了 还不如好好配合呢 李希妍呢 就跟陈队说 我承认 这摩托车是偷来的 不过我妹参与啊 是我儿子梁伟 还有另外一个山西 叫张同心的人 一起作答案 因为父子俩 是分头审讯 另外一边啊 李良伟说的情况 和李希妍说的 却不一样 李良伟说了 偷摩托车的时候 就我跟我爸 除了我俩之外 还有一个叫老四的人 但究竟老四姓什么叫什么 我可不知道了 在接下来的审讯里 陈队呢 突然就问李希妍 行了 李希妍 说说吧 老四是谁啊 是 什么老四啊 那 哪有什么老四啊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 尽管他识口否认 说从来没听过这个人 但是陈队明显感觉到 李希妍慌张了 他在刻意掩饰着什么 这摆明了呀 中间有鬼 这时候啊 天色已经快亮了 陈队他们 可是一点也不困 围绕着老四和张同心的 这个问题 继续对李希妍父子 进行盘问 最后李希妍终于扛不住了 他说 张同心 是我编的 没有这么一个人 老四是原来跟我一块 偷过车的山西人 目前也住在三门峡 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偷到摩托车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过 为什么李希妍要瞒着老四 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有这个人 那么这就证明 很可能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摩托车案了 二月二十七号上午 民警呢 带着李良伟来到距离他们出租房不远处的老四的住所呢 蹲点守着 上午十一点左右 在李良伟的指认之下 老四啊 也被逮捕了 被秘密的带到了开发分局 并且 从老四的住处找到了一块号牌为 玉CC1086的汽车牌照 可是老四在接受讯问的时候极不配合 这老四说自己啊 叫王建军 东北人 他说了 找我来干什么呀 我什么罚也没犯 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民警们却注意到 自称是东北人的老四 满嘴都是地地道道的山西方言呢 二十七号下午一点左右 另外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妇女来到了开发分局 说了 我要找我丈夫 你丈夫是谁啊 让你们抓了 他叫王建国 我们没抓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啊 啊 我不 抓了 我丈夫王建国就让你们抓了 这时候啊 还在接受审讯的老四 听见门外的喊叫声了 突然也叫了起来 原来找人的就是他的妻子 民请一听啊 他自己说自己叫王建军 他媳妇说叫王建国到底叫什么呀 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呀 面对民警的追问 老四终于承认了 既不叫王建国 也不叫王建军 我叫高双城 三十六岁 是山西省运城市瑞城县大王乡 新兴村人 但是对于其他的问题 还是拒绝回答 越来越多的疑点 就让陈队意识到 案情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 他及时的将案情 向分局局长 分局的政委 做了详细的汇报 研究制定了下一步的审讯方案 咱们刚才不是提到吗 从高双城住房里边 找到了一个汽车牌照 这牌照的归属地呢 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 既然如此 那么拿着这牌照 向新安县警方 请求协助调查 27号晚上 新安县警方 就反馈回来调查结果了 说高双城房里的汽车牌照 是一辆被盗车辆上的 施主啊 已经报案了 这时候陈队一听 是精神一阵呢 再接再厉 连夜再审 再审的进度 很艰难呢 高双城 李良伟又是一句话也不说 李希严呢 后来意识到高双城 可能到岸了 心里呢 明显很恐慌 审讯之中 是驴唇不对马嘴 想着竭力的自圆其说 可是啊 还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没法圆上去 审讯的民警也不给他机会啊 汤汤汤汤汤 跟机关枪似的 连珠炮的发问呢 李希严终于开口了 他呢 陆续交代了 自己和儿子李良伟 盗窃摩托车 以及春节前后 伙同高双城 连续窜到新安县 盗窃了三辆汽车的犯罪经历 同时还交代了 说2003年7月份和高双城 一起在三门峡 偷走过一个男孩 并且把男孩以8000块钱的价格 卖到了河南省安阳市 内黄县 偷孩子跟偷车 兴致可就不一样了 听到李希严这么一说 陈国庆陈队心里边一机灵 赶紧找过来报案记录 2003年7月24号 三门峡市居民李某前来报案 说四岁半的儿子隆隆 在当天傍晚呢 一个人跑到三门峡 黄河广场附近玩去了 结果就丢了 找不着了 当时警方呢 曾经安排警力进行调查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有效线索 就在03年8月7号的时候 李某呢 又来消案了 说儿子呀 已经被安阳警方送回来了 原来啊 是安阳警方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 说谁谁家呀 买了一孩子 这孩子可能是拐卖来的 隆隆呢 就被解救了 并且隆隆还记得家里的电话号码 据隆隆说 他玩了一会儿要回家的时候 身后开过来一辆汽车 跳下来一个老头 把他抱上车 他又哭又闹啊 还挨了几巴掌呢 原来这起案件啊 是李熙岩他们做的 这案情可就升级了 审完李熙岩 陈队他们经过分析认为 活生生的孩子 这不是其他的被盗的物品呢 如果没有销路 很难这么顺利的出手 也就是说 一定是先把孩子卖掉 然后我再去找孩子 先找买主 然后再去偷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熙岩他们很有可能 还有其他的案件在身 这时候陈队突然想起来 之前呢 和三门侠一和之隔的山西省运城市警方曾经通报过一期警情 说从2002年4月25号到2002年9月9号期间 山西省运城市境内的文喜县 夏县 盐湖区 连续发生了多起儿童到抢失踪案件 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啊 男男女女牢牢少少啊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 每天都担心的不行啊 哎呦 我这孩子千万别让人给偷了去拐了去啊 恨不得都不敢让孩子上学 不敢让孩子出门了 而且受害者家属呢 还自发组成了一个寻子协会 先后多次到省市党委以及国家公安部上访 2002-425系列盗抢儿童案 也因此被列为了公安部2003年挂牌督办大案 并案侦查之后 山西警方呢组成了500多人的专案组 开始了大量的调查摸牌走访工作 但是除了其中两起案件之外 其他的那些起案件呢 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除此之外 在那之后 运城市的瑞城平路下线 又连续发生了四起盗抢儿童案 李希妍的供述 让陈队他们这心里头的疑点是越来越多 他们俩呢 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李希妍等人会不会和发生在山西的系列盗抢儿童案有关呢 想到这儿 这专案组的民警心里边都很激动啊 啊 2月28号上午 陈队赶到山西运城市平路县公安局 详细了解了2002425系列盗抢儿童案的警情通报 掌握了系列案件的几个策证 侵害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三岁到六岁之间的孩子 犯罪区域啊 包括作案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作案工具呢 大部分就是摩托车 据目击证人反映 犯罪嫌疑人 除了在一起案件之中出现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之外 其他的都是男人 并且固定的有一个人脑袋上啊 有谢顶 作案手法 再加上体貌特征 跟李希妍他们实在是太相似了 其中这高双城 头发就谢顶啊 想到这儿 一回到三门侠 陈队他们更感觉这起案件不同寻常啊 三门侠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 接到汇报之后也指示 说特批专款 专门发一笔钱 从财力物力交通工具上 支持这起案件的侦破 要求民警尽全力把此案办成铁案 为了尽快突破李希妍他们的心理防线 陈队啊 在取得三门侠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支援之后 2月28号晚上在市局刑讯室 再次分别审讯 李希妍和高双城 这次的审理 是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政委 支队长也都亲自参与指挥了 高双城啊 实在是不愿意开口 什么也不说 民警呢 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就跟他说 高双城 你也有孩子吧 你孩子几岁了 你想不想孩子呀 高双城也有孩子呀 哪个当爹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呀 自己被抓进来了 他也想自己孩子呀 这一下子就跟一把刀子捅心上似的 就这一句话 让高双城的心理防线 就开始慢慢崩溃了 在接下来的审讯里面呢 民警呢 也不急着让高双城开口了 从家庭聊到法律反正又聊呗 聊天呗 当天晚上接近零点的时候 民警说了一句 高双城啊 路是自己走的 如何打算 只能看你自己的决定 听完这句话 也不知道高双城怎么那么感慨 叹了口气 哎 我全敲戴 与此同时 对李希妍的审讯 也取得了胜利 在经历了激烈的心理较量 和反复的法律政策宣传之后 李希妍呢 就把几年来 伙同高双城他们 在山西盗抢儿童的犯罪事实 就全说出来了 并且供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团伙成员 叫高秦力 这俩人的招供 就揭开了一年多以来 一直困扰着山西警方的 系列盗抢儿童案的谜团 也使这个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系列大案 在疑犯落网72小时之后宣布高破 在这72个小时里啊 只有五个正式民警的 三门峡市公安局开发分局刑警大队的 这些警察同志们 真是天天合不上眼呢 颠来倒去就是这起案子 当年2月29号 接到案情通报的山西运城警方 介入到了对李希妍和高双城的刑讯之中 3月1号 这个团伙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高秦力 在下线被抓获 运城警方呢 在当天上午11点 就把他押到了三门峡 高秦力啊 也是供认不讳 原来这李希妍和高双城呢 在前一些年呢 都在山西运城的下线做小生意 做生意过程之中 俩人就认识了 2002年4月25号 李希妍突然找到高双城 双城啊 你骑着摩托车 跟我出去一趟 哦 行啊 有什么事啊 偷个孩子去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什么 偷个孩子去 我 我可不敢 没事 这 有人要孩子 咱偷个孩子卖了 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放心 把这孩子偷过来卖了 准有你的好处 高双城也缺钱呢 这么一听 行啊 干吧 俩人当天下午呢 骑着摩托 就来到了 与下线交界处的 文喜县陪摄乡 打折村附近 见村口啊 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自己在那玩呢 李希妍上去一把 就抱起了男孩 让高双城 把摩托车 一直开到了 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境内 这是两个人的 第一次合作 这一次呢 确实也没少挣钱 高双城也尝着甜头了 在这之后 从02年4月25号到03年12月24号期间 用类似的手法 先后伙同高勤力他们 频频作案 一共在山西作案11起 中间最频繁的时候 两起案件之间 只隔了六天 除了在山西这11起之外 在三门峡 还作案了一起 一共是抢了七个男孩 四个女孩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丢了 这对于父母来说 对于家庭来说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呀 这些家长们呢 疯了似的 到处找 到处贴寻人 起室 并且啊 到市里 省里 甚至到北京上访 案件多发地 主要是下县和文西县 这两个地方 但凡家里边有孩子的 始终是高度恐慌啊 不敢让孩子独自出去 小学生上学放学 得了吧 原来啊 都是让他们自己走 现在啊 咱还是接送吧 可是 案件虽然告破了 不过除了 龙龙被解救出来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小男孩 因为年纪比较大 卖不出去 剩下的九个孩子 都被卖到了 河南安阳的内黄县 还有贺碧市 汛县的一些乡村里面 随后 山西运城警方 出动了七十多名警力 三门峡市公安局 派出八十多名警力 分别赶往安阳和贺碧 一举抓获了 当地参与买卖儿童的 疑犯和中间人 并且成功地 将九个被拐卖的儿童 解救出来 这是一起典型的 拐卖儿童案件 说点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发现往往 这一类拐卖儿童案件 经常是高发于农村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方便作案 摄像头少 监管力度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家长啊 心大 每一回我一回到老家呀 我就看村子里面的 那些孩子们 甭管是小男孩小女孩 没家长管着 都在路上追逐打闹啊 这要是有人犯吧 去村子里边逛一圈 这一下就能掳走好几个呀 不费吹灰之力呀 有的家长可能说没办法 太忙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但我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什么呢 爹在喝酒 妈在打麻将 爷爷奶奶在聊闲片 唯独孩子自己在大门外边玩 在大马路上疯跑 没人管 最后出了问题了 来一句 哎呀我忙啊 我没时间呢 哪有精力管孩子呀 我们小时候不也是那么过来的吗 还是得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 做一个安全提醒 尽量不要让孩子 离开自己视线范围之内 同时 从孩子能说话 能一牙血语的时候 就要开始给他灌输安全教育了 告诉他 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该怎么办 面对危险的时候 该怎么办 只有我们平时在生活之中 多多的小心一点 才能让我们的孩子 生活得更安全一点